好 这次课的话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知识相量机 那么知识相量机的话是在这个深度学习出来之前应用作为广泛 性能的话也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 那么它的数学理论的话也比较完备 那么可解释性也比这个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要强 虽然的话我们这个DL模型的话比SBM的话 它的性能在很多领域性能要好 但是这个神经网络的模型的话 它的可解释性非常的差 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知识相量机的一个工作的原理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二分类的这样一个样本 那么这个的话这边的样本是我们的正的分类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负的分类 那么很显然利用我们前面的知识 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线性的分离界面 将这个样本把它分开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条直线 那么可以把这个样本分开 那么很显然这样的直线的话 有很多很多种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条这样的直线 那我们要找的就是找最好的那条分离界面 那么这个分离界面的话就是一个方程 一个线性方程 那么这边的话大于0的这一半 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它的正本空间 而小于0的这一半的话是它的负本空间 那我们这个角色函数的话 就是对任意点带到这样一个方程的这样一个表达式 带到这个表达式里面 如果这个表达式的值的话是大于0的 那么这个它的符号就是正的 如果它是小于0的 那么它的符号就是负的 所以我们这个角色函数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二分类 那么很显然这样的直线 我们前面也提到它有很多种 这是一个分离界面 这也是一个分离界面 那么这里有很多个分离界面 那么在这些分离界面里面的话 这两个紫色的这个分离界面的话 我们认为它不是很好 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这个样本 这个样本 如果它有一点点干扰的话 它就跑到这边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分离的错误 同样的这个样本 就是这个分离界面来说 这个样本 一点点的干扰它跑到这边来了 那么也会导致这个分离的错误 或者是不可分 那么这是这个分离界面 但是我们发现蓝色的这个 离我们这个边界上的点都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个分离界面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好 那么最好的分离界面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概念叫margin 那么这个的话是个分离界面 这个分离界面的话离我们这个边界上的这样一些样门点的这个距离 距离 那么在这里实际上是这个样门点到这个决策界面的距离了两倍 我们把这个叫做margin 那么很显然这个margin很小 这个分离界面的话 这个margin很大 那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边界上的点到这里的距离的最小的那个距离的最大的 最大化啊也说这个 这些点这个边界的点到这个距离啊也说我们找的是这个最小距离 其他的都距离都比他大啊我们找这个最小的距离 而且是这个最小距离最大化的这样一个分离界面才是我们要找的这样的结果啊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找这个距离啊 那么这个距离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得到 那么这个公式的话后面有推导 我们待会再去讲啊 那么很显然这个我们要找的这个margin 只和这个边界上这些点的距离有关 比如说这个这个点到这个啊分离界面的这个距离 那么刚好的话是这个margin的二分之一倍啊 二分之一倍 那么其他点的的到这个分离界面的距离实际上都比他要大 所以我们只需要这些约束就够了啊 这些约束就够了啊 但是我们后面推导的时候的话 我们其他的样本点的话 我们如果给他是一个一个布团式的约束 那么也可以把它加进去啊 把它加进去 呃具体的看后面的推导啊 那么在边界上的这样一些样本点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支持向量 啊支持向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求这个边界实际上跟这些样本点有关 其他的样本点的话 他肯定是成立的啊成立的 那我们这个margin的话通常叫做这个raw啊 也就是用这样一个标识来进行标识 那么这是这个概念啊 也就是我们要找的就是使这个margin最大的这样一个边界啊 这样一个边界 好下面的话我就来看一下啊 假设的话我们这是一个任意的任意的这样一个样本点 那么这个样本点在这个决策界面上面的一个投影价是B啊 是B 那么很显然这个a减b那么肯定是和这个方向是同方向的对不对 那也就是和这个w同方向的 所以a减这一点 那么它应该是这个方向乘以这个距离 对不对 乘以这个距离啊 好 那么这个这个距离的话 这后面啊 这里有提导推导 那么也就是说B点 假设我现在知道这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是知道的 那么很显然B点的坐标的话 就是这一点 xi点减上这个距离 再乘以这个方向 单位单位方向 对不对 单位方向的话就是w除以 这个w的范数 对不对 它的模啊 所以B点的坐标就是这样的 好 B点的坐标 我们已经知道了 由于这个是我们的决策边界 决策边界上的点都应该满足这个决策方程 啊 都应该满足这个方程 因此带入这个方程里面 它应该是等于0的 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 那么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 它等于0的话 那么刚好就可以求着它 R 也就是这个距离的话 就应该等于w转置 xi加B除以w的它的一个范数 它的一个范数 那么也为什么刚才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是这个公式 是这个公式 那么很显然 我我要求的这个R 也就是最最小的距离 最小的距离的话 就应该是这些支持向量的 这个样这些样本 也说我把支持向量的这个样本带进去 那么这个距离 得到了这个R 就是应该是我们的最小距离 而这个margin的话 就是这个距离的两倍 两倍 所以的话 我们为什么说其他的这个样本点 对我们求这个距离来说 这个margin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这个道理 好 如果我用不等式表示的话 那么也就是 刚才这里是这个距离是raw 对不对 那么一半的话 就是这个距离是raw 这个宽度是raw 那么这个距离的话就是2分之弱 所以这边所有的点的话 应该就是小于等于负二分之弱的 而这边所有的 这个这个界面上的点 应该就是大于等于正二分之弱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可以用用这样一个表达式去算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包含了所有的样本点 这所有的样本点的话 都应该满足这样 这样个表达表达式的 好 这个表达式的话 可以把它 把它给合并一下 因为这是负样本 这边是正样本 是这样的 好 合并一下这个y乘过来 那么就是yi乘以w转至xi加b大于等于二分之弱 二分之弱 好 由于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w和b是一个参变量 是个参变量 它是变化的 那么既然它是变化的 我可以把这个二分之弱的话 把它除过来 也就这边的话就变成了 w的转至除一个二分之弱 二分之弱 这里乘一个xi加上b除一个二分之弱 对不对 二分之弱 二分之弱 那么大于等于1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用一个w撇来表示 这个的话我们用一个b撇来表示 b撇来不叫10 实际上是用另外两个变量 所以它仍然等于yi 也说这个不等式等价于yi 乘以w1撇xi加上b1撇 大于等于1吧 大于等于1 那我们把这个w撇 b撇把它用这个w或者b 换回去换个名称 那么也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不等式条件就变成这样的 yiw转至xi 加b 那么它就是大于等于1的了 那么这个约束条件就变成这样的 变成这样的 那么很显然 只有那个大于等于1 刚才那是大于等于1 对不对 只有边界上的点才是等于1的 是不是 因为它距离最短 最短 那么也就是说 只是那些支持向量的话 那么到这个距离的话 它才是1 因为我进行了这个参数的缩放以后 那么这个上面 上面这部分的话 它的值应该就是1 所以这个r的话就等于w的范数的导数 它的范数的导数 那么这个raw的话就应该等于 这个它的两倍 它的两倍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raw 这个raw的话 刚好是我们参数的这个范数的两倍 那我们要求的就是最大化这个raw 那么也就是最大化 这个范数的导数的两倍 所以我们的原来的这个知识限量机 有找的这个分离界面 都应该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必须使这个东西的最大化 而且所有的样本点都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这个最大化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表述成这样一个最小化问题 因为它是它的导数 我就可以表述成这个再导回去 就最小化2分之1这样 w的它的这个范数的平方 好 这个约实条件不变 约实条件不变 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一个20 20规划问题 我们可以用常用的这样一个20规划的 这样一个求解器来求解它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知识限量机的这样一个数学模型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也叫知识限量机的原问题 或者叫主问题 如果我们学习了这个优化理论的话 那么这个主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个对摇问题的 我们写出它的对摇式 那么下面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拉格朗尔函数 对不对 拉格朗尔函数 那我们根据对摇理论 对摇理论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 把它转成它的一个对摇式 那么这个对摇式怎么求呢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对于这个 为什么叫什么叫对摇 我们在主问题里面的话有WB这个参数 那么在对摇问题的话 只有这个APA参数 这个WB的话它是它就没有了 它就没有了 好我们看它的一个变换的过程 首先的话我们对这个W求导 那么它的它的值就是0 那么这里就得到一个表达式 就是它 那我对这个B求导 那么就得到它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KTT条件了 KTT条件 另外的话它的不等式的互补条件 那么也就是AI乘以这个不等式 就是我们上面那个约束条件 那么这一项B等于0 那么这个等于0的话 就是要么是这个AI等于0 要么的话就是这个 在右边这一部分等于0 所以它们的时间是个货的关系 那么把这个W把它带回去 带回去 W和B都带回去以后 那么得到了我们的审视函数的话 它就是这样一种形式 这个过程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推一下 好 那么我们就是第二对摇问题来说 我们就是最大化对摇问题 记住原问题是最小化 这是对摇理论的一个基础 什么的对摇这个就对摇 这个对摇 那么这是原问题求它最小值 对摇问题是求它的最大值 那我们求解的过程中是 原问题和对摇问题一起解 比如说我这次原问题的这样一个点 那么这边的话 对摇问题的这样一点 那么原问题在下降 对摇问题在上升 最后这个距离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当这个如果的话我们这个对摇的这个前提 它是严格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应该是挨着的 也就是原问题最好最小时 刚好就是对摇问题的这个最大值 最大值 所以我们是最大化我们对摇问题 这个表达式 那么优势条件的话就是这些 同样这个对摇问题的话 也是一个二次规划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用二次规划的这样一些工具枪去求它 那么这里的话 它的它的优点 就是我们的绝对变量的话 变成了这样一些不等式的前面的这些约束 变成了这样一些约束 而在前面也就是这个 不等式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时候的决策变量 它的维度就是我们不等式条件的维度 它的个数 那么原来的话我们要求的是w和b 那么这里的话只需要求这个alpha 也就是我们的拉格拉拉二乘值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向量级的对摇式 下面的话我们在前面讲的话 这个例子的话 它有个前提 刚才我没有提到 就是我们这些样本都是可分离的 但是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的样本可能不可分离 也说我们找不到一个一条直线 能够完全的把我们这个样本给分离出来 比如说我这里 这边有这样一个样本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不管怎么去画直线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什么 可分离的界面 那么这里就是不可分离问题了 不可分离问题的话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我们有些样本的话 带入我们刚才的那个表达式 就是那个不等式 它不成立 就带入这个不等式的话 它不完全成立 也说有一部分的话是成立的 有一部分大一等一不成立 大一等一不成立的话 那么它应该就是小一等一 对不对 小一等一的话 但是它仍然是个正等 我要保证它是个正等 那么我就是 它很 这个距离就在一的范围内 对不对 一的范围内 那么这个一减 Sigma 那么它既然在一的范围内 那我就减上一个正数 是不是 那么这个右侧的话 它就是在一的范围内了 是不是 在一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 对于某些点的话 我们把它限制在 这样一个约数条件下 约数条件下 因为有些样本的话 它这个时候是不是大一等一的 而是小一的 对不对 小一的 我们把它的话 仍然变成这样一个 大约的这样一个 这个条件的形式 那么就是用这个松车变量 当然它的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松车变量 必须是正的 而且这个 这个松车变量 必须在0到1的范围内 0到1的范围内 有这样一些约数 所以我们原问题的 这个 也就是说 不可分离的 这样一种情况下 那我们的优化问题的话 就变成这样的 这个约数条件的话 是大于等于1 1-Sigma i 那么这个Sigma i的话 是大于等于0的 另外我们给它 把它做一个惩罚 做一个惩罚 也是对这个松车变量的话 做这样一个惩罚项 那么就保证的话 它既是正的 那么这个Sigma 也不会很大 不会很大 也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 这样一个约数域的 这样一个范围内 范围内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仍然是一个 约束的 这样一个二次规划问题 那么它既然是个 约束的二次规划问题的话 我们一样是可以把它 给能够解出来的 能够解出来的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 也可以把它变成 它的对偶式 那么这个对偶式的话 这是它的 拉格朗尔函数 那么这个拉格朗尔函数 那么我们用 对偶问题去表达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 我就不展开了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 这个优化理论的 这样一些知识 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就看一下这个duality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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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一下 对偶的一些相关理论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不可分离的情况下的 这样一个 呃 知识相当机 还有一种 知识相当机的话 就是非线性的知识相当机 那么什么是 非线性的知识相当机呢 也就是说我们 呃 很多不可分离部分 呃 这样不可分离的问题 我们用一条直线 它是不可分离的 但是我用一条曲线 它是可分离的 啊 也就是说 在输入空间的话 这样一个非线性 啊 那么它是可以分离的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们在前面线性回归的时候 我们讲过啊 一个 一个输入空间的非线性 我们可以用特征空间的 这样一个线性来表达 比如说 我们讲这个 将这个输入空间的 这样一个 一个非线性问题 也就是关于X的非线性问题 把它变成特征空间 啊 一个特征空间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X的这些东西 当成一个坐标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β就是一个坐标的 这样一个 一个系数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呃 关于这个这些坐标上面的话 那么 这个Y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线性的 啊 就是一个线性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将 这个低微空间的非线性 映射到高微空间 那么它就变成这样一个线性的 啊 呃 那么这个线性模型的话 一个啊 这个非线性模型 线性化的话 一个最大的工具的话 就是和函数 啊 那么和函数 呃 为什么要用和函数呢 也是说我们 本身的话 是要求特征空间的 这样一个 特征空间的这样一个内积 因为它的特征空间是线性的啊 那我要求特征空间的内积 但是这个特征空间的内积的话 又可以通过低微空间的 这样一个和函数来去表达啊 也说我计算的时候 并没有真实的去计算 高微空间的这样一个 内积啊 而是用 由低微空间的这样一个非线性 啊 也说低微空间的这样一个和函数 来计算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和函数的意义 就是它将数据映射到一个高微的一个内积空间啊 实际上这个内积空间 那么这里的话是我们输入的两个两个啊 两个向量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高微空间的这样一个一个机啊 一个机 那么很显然这个高微空间的内积 这里应该转置啊 一个转置 这里也是个转置啊 那么高微空间的内积 那么也就是把这个x搭进去 这里应该就是x1 呃 这个就是这个向量的转置 对不对 再乘以它 那么这个就是y1 y1 y1 y2 y2 y2的平方 对不对 这两个向量一乘积 那么刚好就是x的内积 乘以y的内积的平方啊 就是它的平方啊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的话 我们啊 我们并没有我要求这个高微空间的内积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把它真正的把这个向量转成这个这个机下的一个坐标 而是利用了低微空间的内积的这样一个函数来来计算高微空间的内积啊 那么这个就叫这个kerner trick也叫合计条啊 合计条 那么这个高微空间的这样一个映射的话有很多种方式 那么这里是它的一种映射方式 那么这个叫高适核函数啊 高适核函数 那么它的决策变量的形式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呃 这一部分的话 大家估计要查一下手册啊 查一下手册 那么常用的核函数的话有 有这样一些 那么这个的话叫多样式核 那么这个的话叫进向机函数核 也叫高适核 那么这个的话叫 叫上去曲线啊 啊 那么有 上去正确的这样一个核啊 有些的话也叫是一个mode核 都可以 那么高适核的话 它是一个无线维的 也就是在特等空间是无线维的 而这个多样式核的话 它是有线的 但是它具体的这样一个核 核空间的这样一个坐标 那么也就是核空间的基底的话 那么不仅仅和这个自由度有关 还和这个x的维度有关啊 那么也就是说它里面的项目 既和d有关也和它的维度有关 还有一个概念的话就是核矩阵 这个核矩阵的话可能后面也会用得到 那么什么叫核矩阵呢 这个矩阵里面的任意两个元素 就是给定任意两个向量之间的 它的一个核函数 那么也说这个矩阵的话 它里面的元素是任意两个样本之间的核函数 那么这个很显然这个核函数的话 它是对称的 它是对称的 并且它通常是正办定的 这个如何去理解呢 比如说我任意给定的这样一个fx 我用这个态力形式整开来讲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任意给定的这样一个fx 那么我可以整开成这样一个态力公式 假设我这个初次点的话是零点 那么这边的话就应该是 这里是1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x的一次方 对不对 这里是x零次方 x一次方 x的平方 点点点 x的n次方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就可以整开成 x零次方 x一次方 x平方 一直xn为基底的 这样一个东西 1 x x的平方 点点点 x的n次方 是这样一个基底 对不对 那我任意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这个是个常数项 这个也是个常数项 这些东西也是个常数项 这些也是个常数项 是不是 就相当于f可以表生神 这个维度下的一个坐标 那么这个坐标的话 就是fx0 除上0的阶层 对不对 第一维 第一个坐标 第二个句话 就是fx0的 它导数 除以1的阶层 这个坐标 点点点 就把这个移下来 这个移下来 那么得到的是这样一个向量 这样一个向量 那么很显然 这个fx不就是f这个向量 和这个基底 这个向量 进内基 所以它得到的就是这个东西 任一个函数 就是f在这个基底下的 这个投影 和这个基底做一个内基 也说任何一个函数 都可以看作是 这个特征空间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坐标 这样一个坐标 那么这是它要表述的 这样一个意思 这个图的话 就很好的展示了 这个非线性 支持向量级 或者是 这个非线性 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怎么样 把它变成一个高级的 这样一个线性模型 这样一个概念 在输入空间 是个非线性的 但是我们把它映射到 一个高级空间以后 那我只需要这样一个 输入空间的 这样一个非线性的 这样一个 一个角色界面 那么放到高位空间 那么它用一个 这样一个 线性的 这样一个角色界面 就可以把它分离了 那么这个就是 和Trick 和方法 好 那么和方法 在知识向量级里面 怎么去用呢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线性的知识向量级的 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 呃 损失函数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最大的话 这样一个损失函数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这个X和XI和XJ 是输入空间的向量 对不对 那么是它的内积 好 我现在把它 用这个特征空间去替换 用输入空间的话 我们只有线性模型 它才是这样的 而我们特征空间的话 它也是个线性模型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知识向量级的理论 去分析 或者是去对我们特征空间的 这样一些样本进行分离 而这个特征空间的 这个样本的话 它映射到我们的原始空间 它就是个非线性 对不对 也说特征空间的话 映射到原来的X XI和XJ 这样 它原来的这个空间的样本 那么它就是非线性的 那么也说 我这个特征空间的 这样一个线性模型 那么可以表达为 输入空间的 这样一个非线性模型 而这个的话 是可以用 知识向量级的算法去解的 因为我们这两个是等价的 你是线性的 它也是线性的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非线性的 这样一些可分离界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线性的模型去解 线性的模型去解 它仍然是一个二次规划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章节的内容 当然在这里的话 有几个东西 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在做仿生的时候 经常我们要我们选择这个 这个知识向量级的 这个C参数 C参数 那么这个C参数的话 实际上就是控制你的 错误概率的 因为这个C 它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惩罚项嘛 对不对 这个惩罚项的话 回到前面去 因为我们只对 你看我这个C的话 只对谁啊 只对那个 不可分离的样本 对不对 那么它的意义 它才有意义啊 那么也就是这个C的话 主要是针对那个 不可分离的这项性样本 而不可分离的样本的话 那么也就这个 这些样本 这些样本的话 如果我允许它 这个分离界面 也说我这个 这个分离界面 允许这些样本出错 所以这个C值的话 就实际上就是控制了 这些样本 这个错误样本的 这个数目 是不是 虽然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 用这个 这个纸线来进行分离 但是它的话 允许了这个错误的 这个样本的发生 样本的发生 所以我们在做仿真的时候 我们这个C值 C值的大小 实际上 也就是我们对这个 错误样本的 这样一个忍耐程度 那么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我们 在做这个SVC 也就是用自私相当机 用Sigler里面 去仿真的时候 它这个C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些时候大 有些时候小 那么怎么样去找到 这样一个合理的C 那么我们要理解一下 它的一个物理意义 那么从这个推导上 我们也知道 那么这个SVM的话 从数学模型上 是非常非常完备的 所以有些很多数学家的话 就比较喜欢 这种有理论支撑的 这样一些模型 好 那么这次课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 多个问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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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